咱们在打这个宫颈癌疫苗之前呢 如果没有性生活的女性 咱们可以随时打 因为她也没有感染HPV的机会 如果有性生活的女性 一般在打宫颈癌疫苗呢 咱们要排除一下 有没有宫颈病变 或者宫颈的这个HPV感染 如果有这个HPV感染 比如说就这个56感染 咱们建议先暂缓打这个宫颈癌疫苗 等这个HPV感染消退 给予相应的治疗 然后再复查如果HPV这个56转阴了 咱们可以再进一步地进行 这个HPV疫苗的注射 这样才能起到更好的预防作用 所以在这个宫颈癌疫苗注射之前呢 尤其对于有性生活的女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